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金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新闻01台 综合苹果日报 星岛日报报道 下星期一是国商日 各大机场 酒店网预计将迎来一波旅游潮 民宿网站Airbnb创办人兼CEO布莱恩切斯基 接受CNN访问时表示 目前正迎来最大的旅游旺季 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强反弹 从数字可见 即使跨国旅游仍未完全解封 但Airbnb的生意已经恢复到2019年水平 当中国际旅客占了一半 反映了需求强劲 他认为 对不少人而言 过去一年多不能旅游 会带来报复式旅游 国商日长周末将会见到 前所未有的旅游潮 洛杉矶国际机场也公布 长周末的旅游指引 机场负责人表示 今年5月将会是 自疫情爆发以来的使用率高峰 平均每日有超过6万人次 在机场经过安检 上周日更统计有7.5万人次 是疫情以来的新高 但旅游业者也表示 由于救生员 酒店服务员 餐厅适应等人手不足 旅客的选择其实有限 被迫留在机场 酒店的时间也会较长 根据美联社报道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 国商日假期 缅因州最大的主题乐园 Fontown Splash Town USA 已经提高薪水 但救生员 机动游戏操作员 清洁工等岗位 仍然人手不足 导致主题公园 只能每周开放5天 酒店业方面也普遍客房服务员不足 在南卡设有四家酒店 和一家高级餐厅的Charmine Ins表示 公司已经连续几个星期控制地方数量 实际接待的客人只占房间供应的20% 公司总裁伍德哈尔承认 这样大大影响了收入 但总比服务部达标得罪顾客要好 佛州精品酒店Clean's Beach House的总经理 巴莱斯特也表示 业内许多管理层和维护员工已经转行 目前他们旗下的酒店不设早餐 池畔酒吧也被迫关闭 在新泽西州贝尔玛海滨管理美食广场的 业者卡普尔表示 除了前线的服务员之外 业务其他环节也劳动力短缺 例如分销商的送货司机不足 订购汽水后要等一个多星期才能到货 对于酒店餐饮业人手不足的问题 部分分析称这与外国留学生减少有关 也有雇主归咎 联邦政府额外提供每周300元的事业补助金 使得员工不愿意上班 但酒店博彩机场从业员工会 You're not here的主席泰勒反驳 许多雇主只希望以较低工资雇佣新人 却无意召回之前遣散的熟练员工 佛州大西洋大学的学者李奇表示 早前院校调查了4000名旅游业员工 发现很多人希望寻找薪水更高 时间更稳定的工作 因此纷纷退出了老本行 李奇建议业者是时候改革薪酬制度 提高员工待遇 据美国之音报道 劳工部周四说 美国新的失业救济申请数量连续第四个星期下滑 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正在从新冠疫情中继续复原 劳工部说 美国这个星期失业救助的新的申领人数是40万6000 比前一个星期减少了38000 这是美国2020年3月中旬爆发新冠疫情以来的最低数字 但依然高于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的21万8000的平均水平 失业救助申领人数的继续下滑 可能预示着更多的雇佣 但美国雇主四月份仅仅增加了26万6000份新的就业 远低于三月份的水平 美国依然有将近1000万人正式失业 经济稳不复苏 很多雇主报告缺少工人 尤其是餐饮和零售岗位的低薪工作 很多商家抱怨说 尽管失业率继续维持在6.1% 他们仍然无法找到足够数量的工作申请人 联邦政府批准在9月初以前 在州政府失业福利的基础上 继续向失业者发放每星期300美元的补充救助 但50个州中至少有21个由共和党人担任州长的州 已经提前停止参加这个联邦支付计划 理由是失业救助金额高于重返就业可能挣到的钱 因此失业者不去申请现有工作 损害经济复苏 据东网报道 为鼓励民众接种新冠疫苗 美国加州政府周四宣布推出总值1.165亿美元的现金及奖品抽奖 共以接种疫苗的人士参加 其中10名幸运儿每人可获得150万美元现金 为全国金额最高的疫苗奖励计划 加州准备于6月15日全面重启经济活动 州长纽森推动这项奖励措施是加强疫苗接种的一部分 所有在上述日子前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民众 只要年满12岁即可参加抽奖 下月4日即11日会举办现金抽奖 30名幸运儿每人可获得5万美元奖金 亚洲抽奖则在6月15日举行 10名民众有机会获得150万美金 另外由周四起 首200万名已经开始接种或已经完成接种疫苗的加州居民 可获价值50美元的礼物卡 截至周四已有约63% 约2100万名加州居民接种了至少一剂疫苗 有一半人口已经完成接种 纽森形容计划是真实的诱因 希望在重启经济前有70%的成年人接种疫苗 星岛日报综合路透社福克斯新闻和纽约时报报道 拜登总统下令情报部门需在90天内提交调查新冠疫情源头的报告 据悉官员向白宫表示 仍有大量证据有待检视 需要进行额外的电脑分析 以解开病毒源起的谜团 除了科学查证之外 白宫也请盟国情报界帮助挖掘更多资讯 包括召集证人以及生物学证据 甚至翻查中国政府以往的蛛丝马鸡 判断北京是否隐瞒实情 拜登27日承诺会公开调查结果 但也表明结论无法确定的话 官方可能将报告保密 新冠病毒的起源再次引发关注后 情报界表示目前存在两个可能 一方面病毒的确可能经野生动物传染人类 但也不排除实验室意外泄露病毒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27日发表声明 表示两个情报部门相信 新冠病毒来自于动物的可能性较高 但也有另一个情报部门认为 病毒从实验室意外泄露后导致人传人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强调 目前无法得息确定病毒在何时何地 如何传给人类 暂时总结得出的两种假设 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和资料 消息透露 无论是中央情报局还是国防情报局 规模较大的情报部门都没有表态 只形容目前资料不足 难以断定病毒的起源 据悉两个猜测都有相当争议 国务院前资深调查员亚瑟接受访问时表示 国家卫生研究所 以及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都承认 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来自大自然 或通过动物传播给人类 亚瑟自己领导的团队则相信 最大可能的源头也许是实验室或其他源头 对此前助理国务卿福特批评 亚瑟言论不妥 表示自己对实验室的说法有所保留 星岛日报综合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报道 拜登总统将在28日提出6万亿元预算案 为他的基础设施 现代化计划和扩大政府 在健保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的角色 建议一系列开支计划 预算案将大幅提升联盟政府的开支和负债规模 但白宫官员称 这将是一个财政上负责任的预算案 这是拜登政府的首份预算案 为今年10月1日开始的2022财政年度 及未来10年提出开支建议 预算案要求明年联盟开支 比2021年提高3000亿元或5% 到2031年将联盟开支增加到8.2万亿 这将是自二战以来联盟政府的最大开支规模 有观点认为 这份预算案反映了拜登将运用政府权力 帮助更多国人达到中产生活水平 以及提升美国国际竞争力的雄心 但预算案如何通过 美国的债务水平在几年内 将会超过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记录 未来10年 联盟赤子将都会在1.3万亿以上 其中明年预算赤子将达到1.8万亿 随后几年会轻微下降 到2031年前再次增加到近1.6万亿 政府整体负债水平将会超出每年经济产出值 到2024年 债务占经济产出的份额将增加到美国史上最高水平 甚至打破美国在二战时的记录 到2031年时 债务水平将会从目前约为国家经济规模的100% 上升到117% 拜登希望大幅提高公司税和富人税来为开支提供资金来源 政府官员称通过这些加税措施 未来15年将会产生足够收入抵消支出 预算赤子将在2030年代缩减 财政部长耶伦当天称 拜登的预算案将会有暂时的增加开支和提高征税 但最后将导致赤子减少 所以他认为预算案在财政上是负责任的 各位观众朋友 这里是美国新闻林一台 欢迎您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下一条新闻 据路透社报道 拜登总统星期五向国会提交的 2022财政年度国防预算金额7530亿美元 比2021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增加了7% 预算计划增加对抗中国扩军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资金 以遏制中国 预算将提高对军队战备的投资 增加太空作战能力和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支持 进一步研制超高音速武器和其他下一代武器系统 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构成的威胁 路透社报道 太平洋威慑计划的目标是中国 着重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 通过增加雷达、卫星和导弹系统的资金 来提高美军在当地的备战水平 国防部为此将寻求剥离一些维修成本高昂的老旧装备 包括四艘滨海战斗机 几架A-10攻击机和一些KC-10和KC-135空中加油机 国防预算要求购买85架F-35型引擎战斗机 比2021财政年度国防预算的订购要求增加了6架 并要求建造8艘新的军舰 预算将继续对美国三位一体的战略和力量进行投资 增加了其现代化的水平 改进核武器的指挥与控制 以及核潜艇等发射平台的效能 预算并要求对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和其他机构 与国防有关的计划增加拨款380亿美元 香港经济日报引述福克斯新闻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员计划于周五提出两项法案 以厘清全球疫情流行根源 同时允许美国新冠感染患者及家人起诉中国 众议院议员拟于周五就新冠肺炎疫情提出两项法案 包括美国制造紧急应变法案 将创建类似911事件的两党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源头 除调查病毒起源外 法案也提议委员会调查美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对疫情反应 以制定日后采取的疫情预防措施 同时会向总统拜登推荐 要求所有个人防疫产品及其他物品必须美国制造 这项法案据悉已经分别获得五名民主党及共和党人同意 第二条法案名为预防全球再次出现疫情法案 将容许新冠肺炎患者家属起诉任何蓄意隐瞒信息 导致全球出现大范围疫情的国家 已提出法案的共和党议员菲兹帕特里克 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 指控中国故意误导 引致全球陷入新冠疫情 根据新法案 民众便可寻法律途径起诉中国 同时菲兹帕特里克也点名部分在这次疫情中失职的国际机构 如世界卫生组织 一同发起法案的民主党议员兰姆表示 国会必须对其他国家发出消息 如果像中国一样 在新冠肺炎爆发时 隐瞒信息或蓄意误导引致全球危机 相关国家必定要为此负责 法案也会调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疫情中的措施 并要求外国加入通报机制 协力预防卫来传染病爆发 据苹果日报报道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日前在国会 不肯正面回应国家微生物实验室 怀疑受到中共渗透的事件 更将事件与近日的仇恨亚裔暴力相提并论 并表示不会屈服于反亚裔的种族歧视 国会议员庄文浩和赵锦荣 以亚裔议员身份发表声明 指杜鲁多将中共渗透 与反亚裔种族歧视混为一谈 等于替中共做大外宣 要求杜鲁多收回言论 并正面回应中共渗透的问题 本身是香港移民第二代的庄文浩 与港产议员赵锦荣在声明中指出 北京的目的是要将对中共的正当批评 与种族歧视混为一谈 加拿大人必须认清这是中共混淆视听的一贯伎俩 而杜鲁多将中共渗透扯上反亚裔种族歧视 等于参与了中共的统战工作 声明强调 批评中国政府的人并非制造反亚裔种族歧视 事实上很多批评中国政府的 都是为逃避中共打压 而到加拿大寻求庇护的人 而国会的争论也不是针对中国人民 而是针对北京的中共领导层 正威胁加拿大的公民 加拿大经济和加拿大的价值观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美国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 让皮埃尔周三首次出席例行记者会 成为白宫历来首位担任此职务的女同性恋者 让皮埃尔表示 对自己能站在讲台上发言感到荣幸 也别具历史意义 同时感谢总统拜登能让他有机会担任此职务 让皮埃尔是白宫历来第二位主持记者会的黑人女性 也是首位公开承认女同性恋身份的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 由于现任发言人普萨基表明 只任职约一年 让皮埃尔便是潜在继任人之一 拜登当选总统后 积极筹组内阁 委托了首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白宫高级通讯团队 表示他们可为其工作带来多元化观点 其共同努力建设更好的国家 其中让皮埃尔由贺锦丽的竞选幕僚长 跃升至白宫首席副新闻发言人 让皮埃尔出生于加勒比海马提尼克岛 父母是海地移民 从小跟随父母移居纽约 他曾发表公开讲话 讲述自己作为移民的经历 如何影响其政治生涯 他于2018年为组织Move on录制的视频中表示 川普讨厌黑人妇女 同性恋以及移民 正提及自己的经历 星岛日报引述纽约时报报道 纽约布罗伦的联邦检查部门怀疑 乌克兰可能利用前总统川普的 前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 解放形容 乌克兰为了打击当时还是候选人的 现任总统拜登 可能利用朱利安尼为传声筒散播谣言 协助川普营造有力行事 这次调查属于行事性质 在川普任期尾声已经展开 只是一直没有对外公布 整个行动围绕俄罗斯的情报机关 也牵涉至少一名乌方官员 此外曼哈顿检查部门也在持续调查 朱利安尼 两项调查虽然目标相同 案情也有部分重叠 但布鲁伦办公室未将朱利安尼列为调查对象 反而与联邦调查局合作 主要瞄准乌克兰现任与前任官员 据悉 当局怀疑乌克兰透过朱利安尼等各种渠道 散播种种不利于拜登的留言 比如指责拜登贪污等 但暂时不清楚会否有乌克兰官员被起诉 知情人士透露 案中其中一项关键在于朱利安尼2019年12月的欧洲之行 当时他曾与数名乌方人员会面 这些会面对象中 至少一名现任或前任乌克兰官员 已成为布鲁伦办公室的调查目标 另外又包括乌克兰的国会议员德尔卡赫 调查也相信 朱利安尼当时的行程设定了任务 首先是由乌方搜集情报 借此攻击拜登 其次是游说乌方调查国内的亲拜登和反川普派系 由于乌克兰风波最终招致国会弹劾川普 情报人员在弹劾聆讯期间透露 部门已经提醒川普 乌克兰议员德尔卡赫试图利用朱利安尼散播谣言 值得注意的是 财政部当年制裁德尔卡赫 并指控他是俄罗斯间谍后 朱利安尼继续坚称对方提供的消息属实 对于检方的消息 朱利安尼的律师27日回应表示 当事人既然调查贪污 必然会与各方人士接触 但不能保证对方的诚信 分析形容 布鲁伦检方这次的调查相当罕见 理由是牵涉外国势力的调查 一般由联调局反间谍机构负责 据悉 布鲁伦办公室考虑 以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起诉涉案人士 根据法案 华福可要求为外国充当说客的人士注册 这次虽然未必能拘捕引渡乌克兰官员 但至少可阻止对方 前往与美国有引渡协议的国家 自从特斯拉车展维权事件发生过后 特斯拉在中国的处境是越来越艰难 民众质疑车辆的品质 官方则担忧数据安全问题 致使特斯拉事后宣布 将中国用户的数据留在中国 原本风光进入中国市场的马斯克 可以说是遭遇到了重大危机 现在更传出了 北京当局对特斯拉的封锁是持续升级 彭博报道 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及官方机构 正在以安全风险为由 审查机构内的人员 谁拥有特斯拉电动车 消息人士指出 浙江几广西省政府正在要求各大单位检查 以及回报拥有特斯拉的机关人员 或者禁止来自于重要机关的人员驾驶特斯拉 进入特定的公家区域 另外 中国气象局已经告诉员工 不可以购买特斯拉电动车 对于那些已经有特斯拉电动车的人员 官方则直接地要求他们将特斯拉转移给其他人 与此同时 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正在检查单位内的人员 及其家人是否拥有特斯拉 消息人士说 行动是基于对特斯拉电动车 潜在安全的担忧 特斯拉的现况让其他电动车厂商心生警惕 中国电动车进入了加强监管时代 官媒新华社旗下的财经媒体经济参考报 在5月21号刊发一篇名为 汽车智能化拒绝数据裸奔的评论 文中提到了 消费者对汽车数据的担忧 包含了 不知道汽车数据的收集范围和使用去向 网络安全性漏洞和恶意攻击 导致的汽车数据泄漏 文中强调 要用好数据就要规范数据使用 不让数据裸奔 可说是汽车智能化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步 在官方发声之后 国际车厂也毫不犹豫地配合建制数据中心 中央社报道 目前除了特斯拉已经宣布将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之外 根据外媒报道 包含了宝马、福特都要跟进相关行动 据报福特汽车表示 已经在去年上半年 与中国设立了一个数据中心 存放中国境内所有车辆的资料 车厂表示将会配合中国的相关规定 但是由于监管环境仍然在快速发展中 现在就细节发表评论还为时过早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中国政府自今年元旦启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而其中包含了造纸企业非常需要的废纸 从此中国市场的纸张价格节节攀升 进入五月份 有的企业已经在一个月之内 将纸张的价格提高五次 有的企业因此停产 近期纸价大涨 纸厂纷纷停产等等的字词 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 针对纸价上涨仪式 太阳纸业 景星纸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受到原材料的价格 市场情况等等因素影响 今年以来已经对旗下产品价格进行多次涨价 不过在原材料高涨之下 很多企业还是选择短暂性的停产 3月31号 山东太阳集团宣布 4月对工业用纸和铜斑纸纸机进行优化调整 停机检修 4月26号 山东华泰纸业发布通知 计划5月上旬 对铜斑纸纸机停产为保 4月27号 陈鸣纸业决定于5月中上旬 对文化纸机台停机检修10天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原材料不断的上涨 使得价格背离 企业很难维持现有的利润 所以很多企业就透过短暂的停产 来保持市场价格的稳定 透过停产断供 以维持纸张的高价 而自由亚洲电台 访问了上海退休教师 顾国平 他表示 中国纸价上涨原因有两点 第一点 是中国纸张浪费很多 消耗量很大 除了办公用纸之外 上访群众也是用纸的一大族群 另外一个主要来源 是废纸回收再造纸浆 但是去年11月 中国生态环境部颁布了 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公告 从今年1月1号起 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包括废纸 这一个政策冲击所有的纸汽 纸汽的废纸进口配额清零 废纸价格上涨 这样的作减制服的行为导致了今天高涨的指价 中国声音分享龙头平台喜马拉雅日前传出计划赴美上市 但是此消息才传出没多久 似乎就触标 中央社综合报道 5月1号 喜马拉雅正式向美国正线交易委员会递交了IPO申请 当时市场评估 如果喜马拉雅顺利上市 市值渴望超过50亿美元 但是该上市计划似乎遭到了北京当局喊停 路透社报道 映述三名消息人士指出 包含了中国国家网信办在内的监管部门 正在向喜马拉雅施压 希望放弃赴美上市的决定 盖赴香港上市 报道指出 希望企业改变上市地点 象征在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之下 中国进一步地加强对私人媒体和企业的监管 报道映述知情人士指出 中国监管机构对于在中国营运 而且手握大量用户数据的中国企业 是越来越感到不舒服 特别是这些公司 有的已经在海外注册了 或是即将在海外IPO 另外一名知情人士指出 北京担心美国的监管机构可能藉由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 取得大量牵涉使用者资料或国家数据的审计资料 举报道 喜马拉雅目前还在评估 预计将在两周之后正式的决定上市地点 一切都还存在变数 最近中国年轻人之间 兴起了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躺平主义 躺平主义强调 少工作 不买房 不购物 不结婚生子 降低生活欲望的态度 而这样的风潮也迅速引来中共当局的关注 自有亚洲电台报道 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德 描绘了中国式家庭的普遍焦虑 道出众多家长苦心积虑的栽培孩子的心声 加上内卷鸡娃的新流行词相继出现 前者强调在社会上需要具备高度竞争力 后者则描绘了中国父母望子成龙的心境 另外一个方面 佛系 咸鱼等等相反的理论 也在中国网路上发酵 最近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路文章 在中国年轻人中间走红 引起许多共鸣 此文章写到了 生活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比较和竞争 引发许多年轻人负荷 强调不买房 不买车 不结婚生子 不消费 维持最低的生存标准状态 似乎就成了中国青年的生活目标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认为 躺平主义代表了一连串的社会问题 包括民营企业规模缩减 人口老龄化 压缩年轻人就业空间 家庭开销之一增加之际 每天上午9点上班 晚上9点下班 每周工作6天的996长工时文化 却无法造就年轻人的成功 不过 躺平主义很快的 也就成为了中国官媒所抨击的对象 南方日报日前发表一篇题为 躺平可耻 哪来的正义感的文章 呼吁年轻人要对未来抱有信心 要奋斗 并指长期的进行在丧文化的语言框架中 就会沾染上消极的情绪 此外 湖北电视经济频道也发表评论称 任命可以躺平不行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常聘副教授李锋亮 更是发文批评 内卷说明社会是可以通过竞争获得上升机会 年轻人因不喜欢内卷就选择躺平 是不负责任的 并说到躺平对不起父母 对不起纳税人 除此之外 共青团微博5月27号也发文号召年轻人 要不负使命 不负家国 不要躺平 这遭到广大网友抨击 年轻人选择躺平是受到了资本的压迫 为国家卖命可以 为资本卖命不行 但是官方一连串的攻击年轻人的思想 却无人探讨导致此情刺激的关键因素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 虽然躺平族大多是年轻人调侃自己的用语 而非普遍的现象 但是在如此的社会情绪下 政府及媒体需要有更积极的引导 在躺平主义的背后实际存在的 是现代中国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与困境 他们带着消极反抗的心态 含蓄地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 哈喽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安游 明镜电视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 节目中国新闻 Lady Gaga还有Justin Bibo 范记经典美剧老友记遭中共阉割 广东一岁的婴儿确诊 官方说这一波的疫情更快更强 深圳盐田区全员检测一人不漏 疫苗接种超过了6亿剂 钟南山表示说年内覆盖率 将达到80% WTO同意成立一个解决小组 来处理中国跟澳大利亚的大美争端 中国游客违背了伊朗的公序良俗 大使馆发警告说要尊重宗教 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Lady Gaga还有Justin Bibo 范记经典美剧老友记遭中共的阉割 经典美剧老友记重剧特级 在中国平台上播出的是删减版 听闻这个消息 有中国的网民就表示惊讶 有人也感到愤怒 但是也有人也表示部分的理解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令粉丝期待已久的美国经典的情景喜剧 老友记重剧特级 在本周四也就是5月27号的时候上线 细心的观众发现了在HBO MAX上发布的版本是104分钟 而在中国视频平台上播放的版本却少了几分钟 在中国知名的社区网站豆瓣有关该片的介绍是 片长显示为104分钟以及98分钟的删减版 有人不禁要问删减了什么内容以及为什么要删呢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国际知名的歌手贾斯汀比伯还有Lady Gaga 以及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的客串镜头 以及有关于同性恋双性恋还有跨性别者等一些近少数群体的内容被删截 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近十万粉丝被认证为知名的音乐博主的另类国度 星期五的时候另外发现在中国视频网站优酷上播出的版本当中 出现了肺炎病毒和胚胎字眼以及有关于女性敏感带等内容也被删除 虽然与HBO MAX同步播放老友记的三家中国网络平台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 但是外界做出了如下的猜测 首先Lady Gaga曾经在2016年与西藏的流氓精神领袖达赖喇叭进行了会面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位美国明星此前被禁止在中国演出 其作品也被北京当局下架 最初在美国走红的加拿大歌手贾斯汀比伯 在2014年在社交网站inscreen当中晒出了自己在禁国神社的照片 不少中国的粉丝表示情感受到了伤害 贾斯汀比伯由此删帖并且发表了道歉 他于2017年被禁止去中国演出 北京文化局当时给出的理由是 据了解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他在境外社会生活以及国内演出活动当中 曾有一系列的不良行为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为了规范中国国内的演出市场的秩序 净化演出市场的环境 因此不以引进不良行为的演艺人员 防弹上年团在2020年的一次获奖感言当中提到了韩战的痛苦历史 缅怀1950年到1953年韩战当中无数男女的牺牲 而韩战的历史当中韩国和美国军队对抗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军队 该团也由此陷入了辱华的争议 得知自己收看的是删减版本之后 有粉丝惊讶不已 表示说真没想到老友记也会被阉割 有人愤怒的质问到中国观众就不配看完整的版本吗 特意冲了个会员 结果看的还不是完整版 还有人不解的写到辱华可以理解 但是同性恋内容也删 这未免也太封建了吧 也有用户对被删减的画面尤其的好奇 设法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一睹为快 更是有用户尝试着把被删减的片段和完整的版本 上传到了视频网站 有部分的网民一度奔走相告 说B站有没有删减的版本 迅速的储存 而星期五的时候 中国的爱奇艺优酷腾讯发表了联合的声明 谴责老友记重聚特级上线之后 在B站遭到了倒播 三家视频平台表示说 对这种不尊重知识产权公然盗版 扰乱网络视频行业秩序的行为 表示严厉的谴责 呼吁行业和社会共同的抵制这种侵权的行为 B站随后下架了相关的内容 另外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 中国去年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之后 惹怒中国当局的代价也变得越来越高昂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演员塞纳在台湾宣传她的最新电影 《速度与激情9》的时候 称台湾是一个国家 随后她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对此发表了道歉 再来看一下广东一岁的婴孩确诊 官方表示说这一波的疫情更快更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广东地区近期再次传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佛山市一家三代染疫 新增的确诊者仅有一岁 广州市卫健委的主任黄光烈之本次的疫情传播 更快更强 需要和病毒赛跑 中国在28号的时候 新增了16例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其中两例本土确诊病例在广东 分别有广州和佛山通报 另外8例的本土无症状的确诊病例 5亿集中在广州 其余的则在佛山和深圳 佛山南海区28号新增的确诊者 是一名年仅1岁的女婴 女婴的一家三代当中 除了她还有两名无症状的感染者 她们居住的社区已经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而临近南海的善城区28号起 则对所有的居民进行了病毒核酸检测的普筛 在广州爆发疫情的立湾区四个街区 也被调整为了中风险的地区 和另外一处名为海龙街的低风险地区的居民 被要求停止一切的非必要的活动 每户每日只能够有一个人外出购物 区域内的餐厅娱乐场所还有学校 居已经停业 另外计程车和网约车也禁止在上述的街区运营 区内的七个地铁站口也则改为了指出不进 在深圳此前多名的无症状的感染者 都和盐田港区的国际货轮作业有关 当局已经决定对盐田区的居民进行普筛 广州市卫健委的主任黄光丽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与去年相比这一次的疫情传播的速度更快 传播力也更强 因此对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便及时的切断感染链 再来看一下深圳盐田区要求全员检测一人不露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说 深圳市盐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9号的时候发布了通告 呼吁此前因为出差外出等一些原因 没有能够接受核酸检测的市民 尽快的前往就近的核酸检测点 主动的进行采样 确保阴检进检不露一人 来自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报道 我说深圳的盐田区决定在全区范围之内 展开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以及疫苗接种的双版行动 即实现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和目标人群的 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两个百分之百的覆盖 在前期已经基本完成了全区核酸检测的基础之上 对重点人群实施了七天三检 并且陆续的开展第二轮第三轮的核酸检测 据了解自28号开始 深圳盐田区在大梅沙社康中心 还有盐田区人民医院盐田院区的核酸检测帐篷处 以及盐田区人民医院本部门诊的核酸检测帐篷处 设立了三个临时的采样点 每天工作时间为八点到十二点以及十四点到二十二点 为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行核酸检测的居民 提供国采的服务 疫苗接种超六亿 钟南山表示说年内覆盖率将达到百分之八十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根据中共官方的通报说 截至到二十八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接种二零一九 新型观众病毒疫苗累计已经突破了六亿剂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钟南山二十八号的晚上 则指出到今年年底 疫苗的覆盖率将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 中国最新发布的人口总数为十四点一亿人 如果以每个人应接种两剂来估计的话 需要施打二十二点五六亿剂次 才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的覆盖率形成群体免疫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二十九号的通报指出 截至到五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三十一个省区报告 接种二零一九新冠状病毒疫苗 六亿两百九十九点一万剂突破了六亿剂 自三月二十七号超过一亿剂以来 中国接种疫苗持续的加速 数据显示最近六天接种核剂突破了一亿剂 二十六号一天就接种了超过两千万剂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 钟南山在二十八号的晚上指出 到今年年底 中国疫苗的覆盖率将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 但是当前疫苗的产能仍然需要加强 他表示按照疫苗保护率达到百分之七十来计算 中国大陆的疫苗覆盖率需要达到近百分之八十 才能够形成群体免疫 五一长假之后 中国大陆多地相继出现了零星的本土的疫情 促使民众更加踊跃的接种疫苗 但是多地近日以来宣布 六月十号开始暂缓接种第一剂 以接种第二剂为优先 官方宣称这是为了避免出现 打了上针没有下针的情况 不过许多的民众在网络社群当中反映 疫苗供应不足 再来看一下 WTO同意成立解决小组来处理中澳大麦争端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日本媒体5月29号的报道指出 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21年5月28号 同意成立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来处理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引起的争议 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提恩5月28号的时候表示说 澳大利亚政府会要求WTO成立争端解决小组 以解决与争议有关的忧虑 日本放送协会NHK5月29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澳大利亚于2020年12月已经就大麦的关税争议 向WTO提出了上诉 中澳根据WTO争端解决程序来谈判 但是没有能够达成解决的方案 而程序的下一步就是成立争端解决小组 再来看一下中国游客违背伊朗的公序良俗 中国大使馆发警告说要尊重宗教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说 中国驻伊朗的大使馆29号的时候 通过了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提醒 表示说注意到了近期某中国公民在伊朗旅游的时候 有违背当地公序良俗的行为 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通报指出中国的中央文明办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曾经发布了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出境旅游的时候 中国公民应当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风俗礼仪 以文明的言行举止为中国形象天才加分 通报还提醒说 每一位游客都代表着中国公民的形象 尊重当地的公序良俗 注重绿色环保 珍爱文物古迹 杜绝乱和乱化 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文明素质和修养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特别提醒 在伊朗的中国公民 务必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尊重不同宗教信仰 注重言行举止和个人的修养 此外还提醒表示说 当前新冠疫情仍然十分严峻 出国旅游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 请坚持非必要不履行的原则 在伊朗的中国公民 务必要高度的重视当地的疫情 树立疫情常态化的防控意识 严格的遵守防疫的规定 做好个人的防护 避免前往人口密集的场所 或者是参加聚餐 以及聚集性的活动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 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 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ingjinnews.com 推特 at mingjinnews 脸书 facebook.com